直播上的观众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这边实际上在现场 已经开始同学都到了 然后我们还在等社区的老师 那我们等一下会尽快开始 哈喽 刘珠姐 哈喽 来吧 那大家都到了 我们就可以从上面开始这样 诶 刘珠姐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有听到 那我们从上面我们就进去咯 大家都在上面了 好 然后我们跟我往文字那边走一段这样子 好 那个刘珠姐也到了 那我们这样人就到齐 然后 呃 来请大家 我们先拍一张合照 我觉得这个合照也蛮有趣的这样子 然后呃 有有几个快捷键然后键盘上那个Z键按下去之后 你会出现爱心 键盘上的Z按下去有些爱心 然后我们除了三来先拍一张合照 然后 呃 我先我们来做一个先做一个记录 然后我们在各组就开始这样子 好吧 来吧 一 二 三 好 感谢大家 好 那呃 那我们再跟柳珠姐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场 那个秀词老师有在场 然后他一位 秀词老师好 嘿 柳珠早安 那他一位是朝阳公社系的系主任 那个肖明瑜老师 那肖老师他是跟先生呢 他们在经营那个 呃 就装置艺术类的 呃方面有很多经验 所以我们就 请他来跟我们的作品来做一些讲评这样子 嗯 柳珠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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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柳珠姐是我们那个 呃 在二地这边公馆社区的 呃 现在我们要叫什么 叫理事长吗 嗯 还是算前理事长 嘿 然后 呃 他在我们 不好意思我这边讯号不是很好 都听不到老师 神断断续续的 那我们讲慢一点 因为 因为可能 我们听你的声音都很清楚 嗯 好 好 那我们 我们接下来这样子 就是 呃 呃 我们各组同学可以往自己的作品开始移动 然后呢 呃 你们在移动的同时 我先 呃 对课程做一个介绍 大概说明一下我们这学期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 呃 然后 然后就来行接同学们各个作品的部分 这样子会比较 连贯 好 好 那我现在就用分享荧幕的方式来 呃 介绍我们这学期的课程 嗯 呃 我们到台东附近 加路兰 海岸 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 会发现那个地方 呃 距离都市有一段距离 所以它比较偏向是自然的地点 然后呢 可是同时这些地方呢 都还是有一些 呃 呃 建筑物呢 就塑造了一种 呃 可以说是装饰那个地景也好 或是让人感觉说 那个地方虽然是比较自然郊外的地方 可是还是有一种人的味道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贵船口有看到 呃 以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个石碑啊 或者是当地的餐厅在直接盖在流水上的 那种流水餐厅的一个布景 那他们都是 都是以某种很 我们觉得很棒的方式跟呃 呃 当地的景色结合在一起 然后同时也表现出一种 生活的样貌 那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 那佐镇呃 呃 这个钢陵这个地区 其实也蛮接近的 就是它是在台南市周围的一个 呃 比较接近自然的地方 然后也是有人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些这种啊 人文地景的建制 这是我们的构想 那所以说这个人文地景概念 有点就是说在 呃我们知道都市是很多人 人造物的组集合 那自然就是完全是没有的 那人文地景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想象 再加一个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所以就是呃 针对这个地方 它的呃 呃 这种地形的样貌 或者是它城市发展的状况来做一些构思 那我们在学习出的时候 那我们在学习出的时候 有邀请游泳服老师来跟同学做他们 他 他的这个 呃 专书的介绍 就是他邀请了汤姆 呃 汤姆生摄影师 呃 在一百多年前来到这地方的摄影 那我们也带同学呢 呃 跟着柳竹姐到了那个呃 刚临到草山这一段去呃 去呃 去漫步 就是去亲自走踏这个地方 然后借由导览来理解说 呃 当地的这些地景 呃 还有故事 然后在在在那个场域里面去体会它 那回来之后呢 同学们就把这些他们收集到的资料 那在这些当中还有一些是呃 大家后续又自己在前往当地去呃 去查资料的时候的呃 遇到的一些故事呢 把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呃 标注在这个 一开始我们是现在一张很长的海报纸上去做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就要标注在Google map上面 然后呃 呃 从这个资料出发呢 然后我们来做了这个 呃 一些呃 地景设计的一些想法 那这一起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呃 所谓地景这些人造物的建设呢 可能有六种诠释的方向 它可以是从美感出发 也可能是为了塑造某种意义性 或者是让看的人产生反思 或者它是为了跟自然融合在 呃 融合在一起的 或是它提供某种功能性 比如说指标之类的 然后还有可能单纯就是为了创造某种 呃吸引人注意力的这样的一种 概念 那从这几种不同的方向的来让同学去思考说 那我又有什么样子的呃去设计的可能 那我们也从这六种面向上去举了很多在国外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景的呃 或者是这种装置艺术的例子来给同学参考 好然后同学们就开始进行第一次提案 那他们提案的方式呢是透过草图 那这个草图画完之后呢 他必须能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这个概念呢是想要放置在呃 当地的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google map的方式 让同学们自己也操作 就是说他在这个上面去标注 他想要放的呃物件是在什么地方 好然后我们就让同学来做第一次的呃互相的评量 就是说他想他认为他的这个作品 可能表达的是某种意义性的 那我们就让别的同学来来评断说 他当他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就知道说 我的想法跟观众的想法之间可能有某种的差距在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反思 就是他可以知道呃 这种差异的存在 然后借由呃这个呃 呃这样的结果呢来去修改他们的设计 好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开始进行实作 就是他们设计修改完之后 就让他们进行实作 那我们本来的目的是说 他们实作完之后 就把那个他们的作品放到场域里面去 然后在真实的那个场域里面呢 再去体验第二次 再做第二次的反思 好然后这个他们在制作的同时 我们的课程呢就开始进行那个文献的导读 那我们挑了呃 大概有七八篇的原文原点的文献来让同学阅读 那包括的主题有呃漫步学 Strology 这是一个呃 设计学院呃的一个老师 在呃 乌牛姆设计学院老师他提出来的这个一个概念 那我们也提了一个呃文化与科技的一个主题 然后还有永续美学 永续美学包括探讨的是呃 呃对于熟悉的物品的美感 还有对于陌生的物品的美感的呃的这种呃 呃创作方法 然后还有实作反思还有反生性方法论 有这五个主题让同学做导读 那同学们导读完之后呢 呃这学期还要跟针对他们呃所导读的主题 录十分钟的podcast的在线上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等待同学的制作 那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遇到了covid-19的状况 所以就呃就只好来找一个替代方案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呃像素地图 那这像素地图是用用从google map上面的那个 这个1比1的呃地图来做一个底 然后来在上面进行建制这样 那我们最后这些同学还是把他们作品做完了 那这些作品呢 现在都是放在我们公设系的系馆楼顶 好然后在那边呃接受这种呃这种天气的考验 来看看他们的作品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真实场域里面 好那这作品有包括用竹子制作用木头跟这个呃 呃金属都有那也有塑胶件的这样 那我们大家就会呃从这几个作品带大家 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去呃看一圈 然后来听呃跟后各位同学做交流这样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边开场的部分 好老师们那我们就先前往第一个第一站 这边好像散开了 别情节目 我们会在网易里面 一架 对 人 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